因为入坚的关键一击 为大家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得以让同伴成功破坏装置 阻止了大魔怪的出现 奥佩拉在一旁安慰着 委屈巴巴的沙利文 其他人也都陷入了狂喜之中 这一切的确是太不容易了 纷纷忘记了测试还未结束 入坚也很开心 大家总算是做到了 小老弟在身后看着就捏把冷汗 让入坚赶紧回到这里 入坚感谢他们帮忙做的立足点 两人表示临时凑合的而已 芝麻两眼放光 入坚学长的判断非常出色 既保护到了我们又能够支援作战 真的非常帅啊 能顺利做到真是太好了 可还没开心太久 一只箭矢就从耳边飞过 死死地定在了身后的墙壁里 哎呀哎呀 没想到狙击竟然被妨碍了 真不愧是姐姐的徒弟呢 还真是 好大的胆子啊 教师们也被彻底惹目了 随后干净利落地接连捏碎新生气球 萨布洛赶紧提醒大家不要愣着 所有人都要尽全力地开始逃亡 虽然完成了任务 但测验还在进行中 教师们会继续以气球为目标全力捕食 要是无法生存下来的话 就游戏结束了哦 罗宾布耶尔老师纷纷开始发力 新生的气球也逐渐开始减少 谢尔维亚在逃跑的路上 提醒菲尼也赶紧动起来 但她直接举手投降 为了照顾猫头鹰 已经不愿意再继续测试 她希望其他人可以继续加油到底 菲尼对无许说道 一直都由着我任心妄为 谢谢你 那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我是大小姐的阿斯蒂亚 而且我也 无法对卡伊木学长置之不顾 我说无许啊 我们这支队伍 真是棒极了对吧 随着无许的气球也被击爆 卡伊木小队也淘汰出局 此时阿斯莫德小队剩余一个气球 眼镜娘和贝塔小队气球各剩一个 萨布洛小队气球剩余一个 存活队伍还剩8只 气球总数11个 达令老师一脸轻松 竟然可以完成SOS任务 大家表现得真不错嘛 那么测验大概还剩25分钟 把剩下的队伍全灭 能做到吗 没有问题 马上就会结束 好家伙 两大八街大恶魔参战小老弟们还怎么玩 最凶恶的刺客加入战场 屏幕前的你觉得问题儿童还有得完吗